问很多事情一直求求求怎么样老公可以回来 那你没有在修 所以这些境界永远会发生身体生病啊 事业不顺啊 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局势是修行最好的事情 因为没有大钱赚 变化很快 如果现在大家忙着赚钱谁来修啊 修什么修 我也是啊 我33岁开始觉得我29岁就一直赚大钱 那时候那个股票 这样一直 到了35岁之前就这样一直下去 那个时候脚一拉就一堆钱 后来你怎么拉也没钱 因为局势变化 那个时候我就困顿了 因为赚钱赚惯了 这个时候赚不了钱 觉得很没意思 然后就开始像行尸走肉一样 到处去问事情 不是参访问当东鸡童啊神婆啊 什么都去问啊 这个人没钱赚 怎么又对不对 没钱赚又老婆又吵架 奇怪 这个太累了 我什么地方都去了 因为就觉得心情不好 因为公司很大 员工多 付薪水啊 压力很大 对不对 然后这个收编又没面子 所以你要有一个困顿期 你才会去觉悟 你要是在顺境 所以叫天人骄傲 要了解吗 有钱人啊 房子大的人啊 天生就骄傲 所以各位我看你还是不要太有钱 你还不要太有地位 太帅 太漂亮 当你自己觉得你有优越感的时候 你琢磨了 我们只能说 哎呦 我好有福报啊 我能够归于三宝 我很爱喜 随喜自己这个功德 自归于佛 原来我有佛性 对不对 我应该好好的开发我的佛性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你看我指甲多美 你又琢磨了 所以因为你很想要展现什么 所以我想心灵讲座 我们就要净化我们的内心 好 我为什么一开始讲到现在 他们说十点半花才会来 意思是说十点半 十点四时法会才开始 现在是前行 那因为我们台湾的团圆 十一点对不起 你们就要走了 因为他们要赶去动物园 是吧 去给动物看 拜托你们去超度 不是去看 你去消费它 你损福报啊 你看到一只大象老虎 跟我念几个奏 因为澳洲动物最多 这几个奏 一听了他们可以脱离动物园 第一个 叫 听文解脱奏 来 阿比较丹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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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也叫六道金刚天文咒 来 哈 阿较 三马哈 哈 阿较 三马哈 哈 阿较 三马哈 第三个 让动物可以恢复它的佛性 也叫大密宗根本咒 你也叫 各位要背 因为不是说我喜欢念咒 不喜欢念咒 很多人说海涛法师你修密宗 我就问他 什么是密宗你告诉我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这个咒 可以帮助众生 这就本来我们要学的 这个跟密宗 跟汉川佛教一点关系 都没有 这个是佛法 如果你把你自己定为 我是密宗 这是汉川佛教 是你之间有问题 有高有低的分别 一切帮助众生的佛法 包括在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任何一个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都是我们应该学的 只是按照因缘 所以阿比较南家 哈尔赛様 妈妈古人三位大 各位呢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都不会呢 那就阿弥陀佛就好了 重点是你有个悲心 希望他能够脱离动物道 因为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 畜生道 三恶道 他体型越大 他越可怜 越不自由 如果他是苍蝇 他早就飞走了 所以 但是你要用悲心看他 但注意哦 当那只动物看你两眼 你觉得很熟悉 因为他是你的亲人 不然他不会看 就像有一次 我们在马来西亚 有一次骆驼 就把头拿出来 用舌头去舔我们 一位法师的头 你知道谁啊 那骆驼是他过去的阿嬷 看到孙子 亲你一下 我们去他就不亲 我怎么亲你 这个凡事都有因缘 如果你懂得了解这些 那你就会觉得 很有不一样 所以 见面即有缘 你看到这只动物 这只动物看到你 那叫有缘 人也好 动物也好 那各位要把握这个因缘 从心里面 给他念 阿弥陀佛 希望他脱离六道 所以希望他 因为他被关在里面 不自由 他很痛苦 变成人类欣赏的 所以包括一个外国人 一个小朋友 那天在那边等团队 我们就坐在那边 喝汽水 旁边有个老人 孤独老人 我看他很孤独 很孤独 我就故意跟他偷拍照 坐我旁边 坐一个钟头 你看 他很孤独 所以 好 所以呢 后来一问才知道说 哇 过去世 跟我有缘 供养过我 现在有福报 有钱 但是孤独 所以 然后 我就一直帮他念经 回向给他 念下来 以心传心 各位记住这一点 不管他是原住民 不管他是天主教徒 你可能语言文字 不能跟他沟通 因为我每天都要坐电梯 电梯里面有很多人 你要回向给他 就是 所以经典讲得很好 五百世修着同船渡 对不对 在一起 一千世修着同桌座 大家一起吃饭 那我们这一堆人 我看太多事了 纠缠不清啊 但是各位 如果没有过去世的缘 你看我也讨厌 我看你也讨厌 你还来听我讲佛法 所以佛陀说 你希望对方接受你的佛法 或是一个好的因果观 你要几百世奉献生命在他身上 不然对方 不会听你讲佛法 释迦牟尼佛为了渡五比丘 牺牲了多少次的生命 这五比丘有一次做五个罗刹鬼 佛陀那时候做国王 那国王说 五个罗刹鬼说 我们是要拿人血的 国王说你不要找我老百姓 找我找我找我 当然大臣都反对啊 国王啊 你是龙王 龙之神你怎么可以 那曼特利国王说 我的名字叫曼特利 曼特利就是词的意思 你们用我的血 不要欺负我的老百姓 这个叫国王 记住这句话 一个领导者 一个权论 是牺牲比别人多了 那才叫领导者 如果我把国王的位置让给你 你就不要杀我一个兵 那这个叫国王 佛陀说 要做国王要有这个想法 千万不要派兵去杀人 保护我这个国王 所以真正的王 是牺牲奉献者 为民为王 所以这五个鬼 然后国王说 我每天扎五个针 让你们吸我的血 老百姓就会哭啊 但是扎每天五针 一个月下来多少针呢 这个国王不但没有死 气色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天上的神 都被这个国王感动 他今天扎新的针 他又把昨天的鬼 灌干露又让他恢复 到后来这五个鬼 都被国王感动 你国王的悲心 喝了血 五个鬼升天 升天 那时候也发言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如果你成佛了 就可以跟随你 所以我想 到了吗 书到了 那我就发一下 所以 我想各位 如果你想要去帮助众生 你必须如此 还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为了度五个 五个人 钱在海水快死了 那时候 佛陀座 带领领头了 就把他的刀 割脖子 自杀 一自杀 血流出来以后 身体膨胀 就一膨胀 没有膨胀 要死之前告诉这五个人 你们一定要抓住我的手 就不会撑下去 因为他身体膨胀了 然后海神不装死尸 海神就会把死掉 尸体往海岸推 然后 终于这五个人得救了 佛陀说 吴比丘就是这五个人 不然我没办法 把佛法让他接受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愿意发 真实的 愿成佛的菩提心 从现在开始 牺牲 奉献 而不要去找成功 不要去找成就 不要去找 我要优于别人 不然就不了解 什么叫调伏内心 所以不但调伏内心 还要有大悲心 好 那现在 发给各位一个本子 我们要来 做大供养 我再背一次 各位注意听 佛陀说 你在这个世间 布施百千万亿 黄金 美金 做了多少的福宝 还不如在佛前 供一杯水的功德 为什么 佛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要 观想诸佛菩萨 在我们面前 请看第一页 有没有看到 本师释迦牟尼佛 庄严 这一尊是弥勒菩萨 所做的 第二页 无量微德 自在光明露来 第三页 海涛法师的 祖师大德 我的五个师父 不过都往生 但是往生 反而自由 我每天合掌 我师父就来了 观想师父来加持 所以 然后 师父会永远牵着你的手 走到最好的路 请翻到第四页 然后 准备石供养的菩萨 请准备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春南昌医师 在全民共同努力下 国内疫情风险降低 民众可以安心从事各项休闲活动 享受娱乐时 千万不要疏忽个人的卫生防护 包含 一 维持社交距离 或全程佩戴口罩 二 保持双手清洁 行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 三 若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者 请尽快就医 并在家休息 民众若安排室内活动 例如看展 听演唱会等 请注意下列事项 一 配合场地防疫措施 例如量体温 消毒双手 二 维持社交距离 或全程佩戴口罩 三 协助登记实名制 或实联制资料 也请国人和我们继续守护 这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 迈向防疫新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